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杰 老师现在带您看到 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北韩飞弹越日本东北上空 掉落太平洋 日本首相岸田谴责 并表示后续将进行分析 并与其他国家合作 违反人伦 中国胎儿遗体制成人肉胶囊 再现韩国 美国传本洲际新措施 限制中启取得高效能运算技术 乌军南部反攻或重大进展 冲击俄军不极限 新闻开始 先来看到最新市场动态 美股周一走势上扬 激励台股今天表现 电子股纷纷上涨 生计医疗族群也强势表态 加权指数早盘强弹 超过260点 最高点来到13581点 不过盘中有涨点收敛知识 约在13500点附近起伏 国际焦点来看到 北韩今天早上在当地时间7点22分 也就是台北时间6点半左右 朝日本北海道青森线方向 发射了一枚弹道飞弹 这枚飞弹横跃日本东北地区后 飞行距离达4500多公里 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太平洋 日本罕见启动全国顺时警报系统J警报 呼吁民众疏散到坚固的建筑屋内或地下室 先ほど北朝鲜が弹道ミサイルを発射し 我が国上空を通過し太平洋上に落下したと 見られます 最近の度重なる弹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に 続く傍聚であり 強く避難をいたします 北朝鲜の4000km程度の中長距離ミサイルを 日本の尿度上に発射を発射しました この大きな戦略の戦略は 軍を 비롯한 同盟国と国際社会の 日本内閣官房長官声明指出 北韓今年已经发射了20次飛弹 这次是相隔5年後 北韓飛弹再度飛越日本領空 对日本构成严重和紧迫的威胁 目前没有发现造成災損或人员伤亡 南韓總統尹錫悦 对北韓近日接連发射飛弹的挑衅行為 再次严正譴責 若警告 北韓若採取核試驗 将面临国際社会的反制 北韓今天向東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 这是北韓近10天内第5次发射弹道导弹 日本在北韓飛弹朝東部海域发射後 立即响起国家警报 要求北海道青森縣的居民避難 同时日本JR列車及地铁 也短暫停止20分钟左右 对此中华民国外交部表达 对北韓的譴責 以及对日本的支持 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已经立即的向日本的台湾交流协会 台北事务所的代表 这个全玉泰先生 来表达我国坚定支持日本政府跟人民 台湾坚决的反对 北韓以军事挑衅的方式 来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还有区域的和平稳定 台湾我们身为印太区域的成员之一 我们会持续密切关注相关情绪的一个发展 我们会跟里面相近的国家来深化各项的合作 促使北韩放弃核武 并且促进区域的和平跟稳定 柳国务院亚太助勤康达今天参加线上座谈会 是谴责北韩今天的施舍行动 但重申对话管道仍然开放 他还呼吁中方采取更多措施 打击北韩逃避制裁的行为 康达呼吁中方采取更多措施 以打击北韩逃避制裁的行为 另外在台海议题上 针对中共声称台湾海峡是国内水域 康达强调美方反对改变水域现状的企图 也会持续依循国际法在台海飞行航行与执行任务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目的数据显示 由于流动性紧缩和交易环境恶化 2023年无法按时偿还债务的企业比例可能上涨三倍以上 报告认为美企的债务违约率到2023年8月可能从2%以下上升至7.8% 而欧非中东地区企业的债务违约率则从2%左右上升至6.5% 全球第三大D-RAM厂美光宣布缩减资本支出后 储存型快闪记忆体二哥凯霞也宣布10月起在日本境内两座工厂减产三成 也接预期这将有利加速市场库存去化进程 预估内的价格将于11月落底 最快明年第一季有望反弹 台媒报道 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传出建厂评估小组 拍板将前往德国设立12寸晶圆厂 对此台积电表示 应适逢兼末期不便多做评论 目前尚无具体决议 中华电信4日宣布 七首嘎米推出卫星通讯服务 以覆盖全球的低轨道卫星 依卫星为其通讯系统 行动服务无法通讯时能透过卫星来取得联系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财经焦点再来看到外界盛传瑞士信贷面临破产危机 瑞士信贷执行长柯纳 本月初为了挽救市场信心 刻意在公司备忘录中信心喊话 不过股东客户们仍然忧心不已 大量卖出瑞幸的股票 公司股价在三号盘中 持续下杀至每股3.7美元 创历史新低 瑞士信贷是瑞士第二大银行 外界担心如果其重蹈雷曼兄弟的复彻 将给全球金融业造成巨大冲击 10月3号股市开盘后 瑞士信贷股价一度大跳水 暴跌11.6% 再次引发市场震动 伴随着股价大跌 使瑞士信贷的违约风险大幅攀升 上周五瑞士信贷的信用违约交换价格 由今年初的55点大涨至250点 创下自2009年来的最高 该价格代表市场对违约风险的预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受业绩亏损等多方影响 瑞士信贷从2021年2月至今 股价累积重挫超过70% 市值蒸发超过120亿美元 股价净值比仅剩0.22 引发市场对其银行信用 以及财务状况的担忧 7月才就任的瑞士信贷新任执行长科纳 9月30号向内部员工表示 该银行拥有雄厚的资本和流动性 银行高管已在上周末致点大客户 安抚投资者情绪 然而柯纳的维稳之词 却没有在市场上发挥作用 分析师正在将瑞士信贷 与雷曼兄弟做对比 担心其不后者破产倒闭之后尘 并引发类似2008年次贷危机的金融经济风暴 作为欧洲最优秀的投资银行之一 瑞士信贷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分析认为2021年的两笔赔钱交易 使其遭受重挫 一个是英国供应链融资公司 格林希尔资本破产 瑞士信贷蒙受10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 另一个是Archegos资本管理爆仓 整个华尔街损失超过100亿美元 其中瑞士信贷受创最大 损失达到55亿美元 对于瑞士信贷这波危机的后续发展 市场都在观望 10月27号执行长柯纳能否公布 第三季度获利 并端出令市场满意的重组计划 新南电视台记者周琦综合报道 外商瑞幸集团传出财务危机 台湾金管会正起局昨天表示 瑞幸集团在台湾景设有台北证券分公司 目前营运如常 没有受到影响 另外截至8月底 投信基金投资瑞幸有价证券 共5党金额6.08亿元 占整体投信基金规模4.8兆元的 百分之零点零一影响人数有限 台湾国防预算增进百分之13 台湾国防部长说要变通因应共军新常态 另外20大前谷歌翻译正式退出中国市场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早在日治时代 沟在沟永已经是台湾重要的五周之一 军艺所 市艺所 游辩局 成就现代化的基础建设 看那旗后 绍缠头 哈马星 高雄港的繁荣 寿山的天然屏障 走进山下滨 严城埔的昔日风华 跨过百年的历史时空 深入高雄的历史文化 勾在勾勇 风片真有特展 Caring for life People-based Tree planting for carbon fixation Protecting native cinema Mongkanahirai Hayata Kicking addiction with gospels Inspiring rebirth Supporting addicts return to society And workplace A dawning light Allowing love to thrive Treating rare neurological disorders With natural remedies Creating hope Analysing the future Giving back to society Alps Biotech Company Limited Surpassing limits is our daily routine Pursuing transcendence By persevering through adversity Always prepared Turning difficulty into victory Always giving a solid performance No matter the stage Maintaining quality consistency No matter the conditions Pro1 Precision Give you invisible protection Pro1 国际高度关注台海情势 行政院长苏貞昌 今天向国会报告 明年度总预算 国防预算增加近13% 美国国会正推动法案 主张65亿美元军事援助台湾 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应 将会妥善运用 此外面对共军建立所谓新常态 国军战备不会停顿 会有变通做法因应 行政院长苏貞昌 四号率领内阁 副立法院提出明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报告 国防预算增加近13% 议员关切 美国防长表示 准备好履行承诺 拜登总统适度 就台湾面临攻击各种状况时 清清楚楚表示态度 美国国防部长在最新这一次 也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履行承诺 但国家还是要自己来防卫 防守 我们一定要自助 而后才能得人助 我们备战不求战不畏战 国防部主管预算 编列4151亿新台币 较今年度增加475亿元 约增加12.9% 如果加进新式战机 采购特别预算等 整体规模达到5863亿元 美国防长奥斯丁2号表示 中共正试图在台湾周边 进行军事活动 以建立所谓新常态 国防部长邱国正回应 美国参众两院各自提出 台湾政策法案 都主张提供65亿美元 军事远处台湾 邱国正表示 就算有国外 不管是资金的益助 我们乐观行政以外 但我们会妥为运用 但对我们整个建军备战的方向 我跟委员保证 不会做任何的一个变化 新唐人亚太电视 黄亮剑张东旭 台湾台北报道 共激扰台之际 台北市长柯文哲 坚持举办双城论坛 民进党籍市长参选人 陈世忠认为是无为诱害国家 舞蹈参选人黄珊珊今天的反应 则是批评陈世忠又有什么作为 无为的应该不是台北市政府 飞机穿越飞弹打过来 中央政府完全不在乎吧 直到日本通知我们 我们才知道他飞越了台北市的上空 所以不用讲别人 先让他们自己去解释一下 他们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 飞弹打过来 他的无为 他有没有什么作为 尤其是陈世忠部长有哪些作为 就在共军造台 一再的威胁台湾 然后在这个时候 议会也做出决议 对这事情表达不同的意见 那市府仍然要继续坚持 要办这个两岸的论坛 这都跟一样嘛 就好像大家就说 在跟你威胁的时候 一请他来 大家来开会 那国际有人会怎么样 看着像是说台湾不在乎 中共的威胁 或者说对于武力的威胁 大家认为是应当的 那这传达错误的讯息 我当然要把它指出来 是否续办双城论坛 黄珊珊前一天受访说 不用每天拿石头丢恶邻居 强调小国要采取最有力的方式 站在和平第一的立场 陈时中上午与首都圈 四位党籍首长参选人同台 受访时表示 他从来没说要给对岸丢石头 而是讨债公司在门口闹事 他绝不会请对方进来还奉茶 因为这样的做法 会让国际误以为台湾 无视共军威胁 还欢迎他们 科技巨头公司 谷歌正式将旗下的谷歌翻译 退出中国市场 自从10月1号起 中国数以千万的用户 无法使用谷歌翻译 网页下方写着 请收藏我们的网址 谷歌搜寻引擎 自从2010年退出中国大陆市场后 2014年5月31号 中共完全封锁谷歌搜寻服务 同时谷歌香港网站也无法访问 只保留翻译和地图两项功能 2019年秋季 谷歌地图功能也宣布下架 有分析认为 谷歌翻译是仅存的服务之一 随着谷歌翻译的下架 标志着谷歌进一步撤出中国市场 这个是中美在科技和文化教育领域脱钩的一个标志 那么这个标志 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来 中共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的趋势 仍然还在架速之中 谷歌的遭遇也对其他的西方科技企业是一个巨大的提醒 就是中共这样的体制 它不可能容许任何不受严格审查的西方企业的存在 根据科技新闻网TechCrunch的报道 停用中国区域的谷歌翻译是因为使用率低 但根据网络分析平台SimilarWeb的数据 今年8月中国谷歌翻译网站有5350万次访问 目前谷歌在中国还保留广告 安卓开发者社区等服务 而谷歌在香港的业务并不受影响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纽约报道 日前清华大学图书馆下架了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的所有著作 引发关注 郭于华曾多次公开批判和揭露中共残酷统治 并在2014年公开退党 10月3号外界注意到 清华大学图书馆已经下架了郭于华教授个人的所有著作 消息一出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关注和谴责 知名独立记者高于转贴回应说 郭于华教授早就在清华语言贴出退党声明 清华党委不敢回应 如今竟然对已经退休的郭教授采取焚书手段 只能证明校方是何等惧怕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北京的清华和中国所有大学一样 不过是中共的一个衙门 铁链女事件吹哨人之一 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留言评论 郭老师对我谈到墙内打压极为严重 她翻墙出来表达观点非常艰难 所以墙外的人要努力发声 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则表示 郭于华教授是中国学术界批判和揭露中共残酷统治 最为尖锐和犀利的学者之一 是反思中共问题最为深刻者之一 对郭于华教授表示声援 郭于华成长于北京的机关大院 他14岁参军 18岁加入中共 八九之前大家还对政治体制改革会抱有期待吗 但是那个瞬间就这个希望肯定是破灭了 那后来30多年过去了 你就会看到他是不可能认错的吗 不认错的话你要靠什么来维持 就只能靠欺骗 郭于华2000年进清华任教 从那时起 他就从不参加中共的活动也不交党费 到2014年他声明退党 我觉得一个他们是反历史 不让大家知道历史真相 再一个就是 他不允许你追寻真相 你追寻真相 或者你要说句真话 那么这个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那这些年其实我们都感同身受嘛 那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权力的合法性何在呢 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嘛 目前为止 中国媒介和清华校方 没有对下架郭于华的著作 做出任何回应 新台人电视台记者韩非综合报道 周日流亡美国的香港民主人士 张昆阳到洛杉矶演讲 他很高兴能见到当地的台湾人和香港人 并希望未来更深入合作 在海外守护民主自由 担任香港民主委员会顾问的 香港本土派学生领袖张昆阳 在洛杉矶的演讲中指出 台湾是从过去的独裁走向自由 香港则是相反 因为不像台湾具备军队国防等条件 香港必须依靠海外港人参与投票 发挥影响力 因为他们是有权可以决定一个国家 未来长远对香港和对中的一些政策 希望只要那个地方有香港人 那个地方就可以有一个壮大的香港人社群 我们就可以在当地的国家建立一个影响力 他也谈到反送中运动时 港人面对的强权和警察暴力 此次活动由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 及洛杉矶香港论坛举办 他们表示 近年来港台在共同倡议的部分 有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这个港台的合作呢 未来呢 能够在多方面都多步进行 因为呢 其实香港他们现在面临中共的那个打压呢 这个不会是 就像我讲 不会在短期间真的结束 这未来呢 会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希望呢 是由民间团体来去做一个宣传 来做一个促进 让台湾民众更了解 帮助香港人的重要性之后呢 他们就会把这个民意呢 反映到他们的民意代表上面 那民意代表呢 就会推动相关的法律呢 张困扬子期许未来 能通过纪录片等管道 连接全世界继续为香港发声 可以令更多人明白香港的历史 不要忘记香港的历史 因为我相信其实 强权是会倒下的 就是我们所站在的一方是 对的 会正确的 因为民主主义和自由 这个是一个普世价值 那伴随着全世界 现在越来越觉醒 那我相信 未来呢 依然是会有光复和光明的一天 新唐人记者 郭约西张博元 洛杉矶彩方报道 美商务部本周宣布 高级AI晶片禁售中国 另外INF考虑再向乌克兰 播发13亿美元 更多新闻内容收集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或订阅 或订阅 在高级音 高级音 你需要 TheGoodVoice Personal Sound Amplifier simply put the Bluetooth earphones on and place the controller where you need it enjoy your life get your good voice extend your hearing expand your life get your good voice now 欢迎回来 在关心乌俄局势 乌克兰在东部与南部 都传出捷报 收复多个俄罗斯占领区 最新消息是 国际货币基金7号 将考虑乌克兰提出的 13亿美元额外紧急资金要求 乌克兰持续反攻 周一从俄军手中 夺回南部战略要底 赫尔松地区的两座城市 阿尔汗格里希克 和莫罗利皮夫卡 被认为是 乌俄战争以来最大的进展 赫尔松是上周 被乌克兰非法吞噬的四个地区之一 也是乌克兰反攻 最艰难的战场 同时乌克兰也收复了东部 顿涅斯克州的物流枢纽城市 莱曼 取下俄罗斯国企 并持续向前推进 乌克兰武装部东部战区 发言人切利瓦蒂宣布 10月2号又收复了 莱曼东方约15公里的 土耳斯克村 俄军目前已经撤退到 20公里开外的 卢干斯克州科尔米纳镇试图在该镇建立防线 尽管战场上节节败退 但俄罗斯继续推进 吞并乌克兰四个地区的计划 俄罗斯国家杜马及国会下议院 定于周一批准吞并草案 周二再由上议院批准 草案的内容包括 四个被并地区的部队将加入 俄罗斯的武装力量 当地人员可申请俄罗斯国籍等 国际社会对此强烈反应 北约九个成员国的总统二号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俄罗斯非法吞并乌克兰四个地区的行径 并且重申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周日也在演说中 直接向普京喊话 停止乌克兰战争导致的暴力和死亡 并且表示核威胁是愚蠢的 请唐人记者李梅荣誉综合报道 多加外媒报道 美国商务部可能会在这个星期 宣布扩大管制美国半导体技术出口到中国 要阻止中共取得用于超级电脑和资料中心的晶片 三号美国彭博社报导 美国商务部这个星期将发布一系列新规定 对美国半导体技术出口到中国扩大管制 包括正式限制先进半导体技术出口到中国 禁止贩售制造逻辑晶片 和记忆体晶片的工具给中国 并限制中国取得用于超级运算和人工智慧的晶片 今年8月美国才禁止 美国两大GPU晶片厂AMD和辉达 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出口系统半导体到中国 华盛顿邮报报导 向中国买家出售某些先进计算晶片 路透社指出 这些规定是美国为了要阻止中共军方获取晶片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导 基于对国家安全的隐患 10月3号上百名美国共和党议员 要求白宫调查中国公司购买美国农场的交易 在一份周一公开的信件中 美国众议员汤普森和卡默等100多名共和党议员 要求国会问责办公室启动调查 评估外国公司收购美国农场 对国家安全贸易和粮食安全的影响 新中特别提到中国富丰集团 在北达科他州空军基地附近购买370英亩农田一室 9月下旬已经有至少51名共和党议员 发起过类似的联合行动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 截至2020年底 外国投资者共持有约3760万英亩的美国土地 其中中资占比近1% 分析人士和立法者担心 中共正在通过合法及非法手段 扩大所持有的美国土地 美国国会5月份的一份报告还显示 美国在农业设备 动植物育种等方面 早已成为中共窃取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目标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施锦综合报道 中共军力威胁下国际行动挺台 台湾友邦伯六总统会数人 将在5号率团抵台访问 台台期间将在玉山论坛 进行专题演讲 也会出席国庆典礼 总统蔡英文将以军礼 及国宴欢迎会数人 接着带来看到10月4号的天气预报 欢迎会出席国庆典礼 會沉默發聲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唐吉安 再會 有一種力量 為真相護航 為沉默發聲 捍衛民主自由 忠實傳遞真相 堅守道德良知 弘揚傳統文化 我們始終秉持公平與正義 為您撥開亂世的迷霧 台灣的未來需要你